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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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杨老师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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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非同小可 对 好 再次感谢金教授 无论何地都不能缺少孩子们的课堂 无论何处都不能割舍自己的故乡 香格里拉西北的巴拉格宗 曾是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 而那里有一位可爱可敬的康巴汉子 他用十年的时间 以他的方式在地图上 为家乡补上了坐标 人的一生中不可选择有两样东西 我认为 一个那就是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了 第二个不能选择你的家乡是在哪里 我的家乡就是这么样的一个 美丽神奇的巴拉格宗 我小时候我的前辈们都责怪我的祖先 为什么我们会生长在这么样的一个 大伤环保的里面 我们交通极为不方便 外乡的人们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说什么呢 哦 你再不听话 我把你送到巴拉格宗去 铁匠师傅呢就是说 弄一个铁的靴子 然后让我在那个上面拿锤来打 那我这个一靠下去 就这个红的那个贴 就打上来打到我的这个眼睛 就这样受伤了 为了治疗眼睛 我十岁第一次 我父亲把我带出这个大伤里面 去湘伊拉县城治疗眼睛 第一次进城那种感觉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这个走出去的商路太难走 太难走以后 在路上就已经当过了 第七天的时候才到县城的医院 那么就是路程太遥远以后 当过了我眼睛治疗的最佳时期 后来我十三岁决定走出大伤的时候呢 我们家乡古老文明的村庄 从来没有出去做生意经商 或者说是什么的 大家都说我去流浪了 我回来修路 准备修路的那个过程当中呢 确实是大家稀为反对 也不理解 他们说你到时候是修路也不成功 那么负责累累 你可能跳楼自杀 这种很多的说法 质疑怀疑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挖苦 打击都有啊 哪怕老子就是我这个死在这里 我也愿意啊 人啊有种就是逼上凉伤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也在这个过程中 我很想放弃很多次 因为熬不下去 把自己的家给卖了 五金商店卖了 火锅店卖了 然后再所有的卖了 只留下一张吉普车 修了这个路以后 对当地的改变呢 比较大 变化比较大 由于有一句话 致富先修路 这个道理我现在认为 还是这样的 一句话就是说 国家这个强大 民族发展 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未来我充满信心 历尽十年 天欠便通途 是斯纳定珠 对家乡的一片深情 他也因此获得了 第五届 CCTV年度慈善人物 少年时第一次走出大山 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于是 于是 那条天欣尽 那条天欣尽 未知不去的心结 倾尽家产 故身可奸 封闭千年的故乡 珍藏在赤子心头 无法忘却 未曾忘却 CCTV年度慈善人物 思纳定出 你好 思纳定出 你好 谢谢 其实看了刚才这个短片 我的感受就是两个字 震撼 这么难的一件事 你硬是给做成了 我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因为咱们说实话 改革开放 四十年 我也现在已经五十多岁 所以说我是确确实实地 赶上好的时代 好的年代 才有机会去努力 修路 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 我也相信 正是因为这条路 因为你对家乡的这份深情 会让更多的人记住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叫巴拉格宗 在那儿有一个可敬可爱的康巴汉子 叫斯纳定朱 谢谢你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郑文凯 为CCTV年度慈善人物 斯纳定朱颁奖 同样对家乡充满深情的 还有一位柔弱的藏区女子 白马英金 多年来 他创立的西荡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 培育了乡村医生 为血育高原的妇女们 带去了生的希望 这是洛桑一家 由于早产 他们的前两个孩子都夭折了 而西洛是他们唯一幸存的女儿 两儿 西洛也是一名早产儿 她出生时体重不足两斤 并留下了脑瘫的后遗症 她出生时体重不足 我来打听到这里 这一段时间 我给你也akah 你会帮助你的 这是我来说 我来看 字幕志愿者 写女 我来说 写字幕志愿者 我来说 我的底部 我来说 我来说 你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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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藏高原牧区 像西洛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 因为这里的妇女生产时 多数都是由母亲和姐妹驻产 难产和新生儿缺陷的发生率较高 2016年4月29日 白马央金和她的团队触发了 反正我们都是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为了那个妇女和儿童的健康 我们每次去医疾的时候都是这样 比如说是他们一听到 什么有那个专家过来医疾的时候 他们就急忙就过来 因为这种机会很少 自2009年至今 在白马央金的努力下 已经组织起了顶尖医疗专家34人 每次一诊 他们都面临着超长的工作时间 和严重的高原反应 在一诊的同时 白马央金赶往扎西港下 为孕产妇发放婴儿关爱包 每一个婴儿包的发放 都意味着一名新生儿 能够保障体温 避免窒息 每一个助产包 都能够降低母亲生产时的威胁 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帮助下 白马央金委葬区 宝宝墓及婴儿包 1050件 助产包500件 并筹集扇款17万余元 然而 面对分散在墓区的庞大人群 这些还远远不能够解决 母婴面临的疾病 及早产 难产等威胁 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 蒲公英项目专项支持下 早在2010年 白马央金就开始了 乡村医生富幼健康培训计划 在村子里面 在乡里面 想培养一些接生员 我觉得特别特别需要 因为我自己的话 是一个母亲 也有过那种难产的经验 我特别喜欢做这个事 经过多年的努力 举办了各类医疗培训49次 培训乡村医生 1484人 这些乡村医生 已经累计皆生 2700人 他们分布在西藏地区的 786个村子 直接受益人群 14万人 在这一次议诊过程中 白马央金了解到 西洛的情况 特意来到他的家中探望 协会将免费为西洛提供 康复训练 相信不久以后 西洛就能像正常孩子一样 说话 走路了 这样的家庭 类似的遭遇还有很多 白马央金不敢停息 前行的角度 这是母子保健协会的 第十二次议诊 专家们供医疗救治了 173人 帮助他们摆脱了 各种病痛的折磨 也为他们解决了很多 长期困扰他们 却无法解决的健康问题 连续两天的议诊 已经接近尾声 然而 由于高原反应 白马央金 却病到了 2013年 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的支持 一辆母亲健康快车 落户拉萨 藏区运产妇有了自己的生命车 近年间 白马央金和他的团队 克服了各种困难 为藏区妇女提供 接生以及母子保健服务 直接受益者达到14万多人 白马央金也因此成为 第三届 CCTV年度慈善人物 有请CCTV年度慈善人物 白马央金 那一刻 是幸福 不能是苦难 于是 你们来了 把柔软的生命捧在掌间 孩子的啼哭 母亲的笑脸 人们说 这是圣洁的莲花 带来吉祥 守护平安 杨金今天盛装出席 特别地漂亮 但是我想说的是 镜头记录下的杨金 同样也很漂亮 虽然他衣着朴素 虽然他一直风尘朴朴 我们用掌声 谢谢杨金的努力和奉献 谢谢你 杨金一次次地迎接着新的生命 也用这样的美丽 丰富着自己的人生 再次用掌声来祝贺 白马央金 祝贺他 圣洁的莲花 带来吉祥 守护平安 而接力的爱心使者 则以一己绵薄之力 向平民家庭 伸出援助之手 然后是上了 他们穿衣服 他们有喝的丁小便的 不对 他最后就跟我比了 现在是一个特别帅的 康巴小伙子 帅 好帅 我们这样子到你的宿舍去 好不好 到宿舍去 我们把它稍微简单点 然后下午再到家里去 2010年强政过后 玉树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 年仅11岁的西兰巴丁 不顾余镇危险 跟着父亲赶往地震的中心地带 救助那里的灾民 来爸爸是反对的 但是我跟爸爸说了以后 最后才同意的 快要9点了 到那里 一直到晚上 好像11点半12点左右 就是一片废墟 一片狼漆 以前2008年的时候 不是在汶川地震过吗 就像那个景色 你还能记得你当时 一共救了多少人吗 10个左右吧 地震过后校舍倒塌 物资短缺 孩子们被迫离开学校 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我深圳的这位呢 就是英姿萨爽的郁卓马 郁卓马曾经是一位 慈善公寓的受益人 远在拉萨市当雄县 纳木湖相色德村的郁卓马 从小失去双亲 四岁左右被领养 后期由于家境贫困 和西兰巴丁一样 他也同样面临着 无法完成学业的困境 虽然他们有着 截然不同的不幸 但他们却有着 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长大后 成为一名解放军 完全不是自己的 因为就去飞机体下万人 可能有余震的时候 像我们当地的话 有余震的时候 可能会逃 但是他们全然没有 1995年起 空军响应全国复联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号召 发起和组织实施救助贫困地区 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公益项目 蓝天春雷计划 西兰巴丁成为该计划的受益者 而郁卓马的成长轨迹 似乎就预示着西兰巴丁触手可及的未来 在蓝天春雷计划的帮助下 2011年 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的郁卓马 正式成为了解放军空军大学的一员 这也成为了她反哺社会的开始 通过一级绵薄之力 竭尽所能向贫困家庭伸出援助之手 积极投入到了春雷女童的帮扶工作当中 现在你是把汇聚到的爱和温暖 从你这里又散发出去 传递出去 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吗 首先我感觉就是自己是快乐的 很温暖 同时也看到了很多希望 接下来我将也成为一个爱的接地者 我想吧 我自己的爱的力量奉献给更需要的人 把这种爱的能量传递给整个中国 谢谢 从斯纳定珠 白马英金到郁卓马 无一不是对家乡报以申请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反哺家乡和社会 那金教授 谈谈您对这样的行为的看法 实际上这也代表了慈善发展一个趋势 就是慈善的社区化 用本土的资源去发现本土的问题 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慈善的社区化的好处在哪里呢 它其实是因为相对熟人关系 然后这些资源也来于本土 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会有很好的监督 有比较好的这种信息的获得渠道 能获得社会的一种信任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些人 他们所住在的环境都是属于什么 是比较困难的地区 所以它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他们能够从自己周边的一些问题开始解决 同时也获得很好的公益绩效 所以这种反不下降的行为 是值得非常肯定的 好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 特殊的白衣天使 他来自遥远的非洲 却常年深入我国云南偏远地区 和麻风病区 为村民们进行艾滋病预防教育 以及麻风病康复等公益活动 刘家泽病康复 优优独播剧 是这个东西啊 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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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对一度 建筑一份我拿了成都能够 肺 可以拿来去 根据部位 如果你要这个地方疼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么大块一瓶姜 这里在家里都可以做 我的第一个病人现在还跑了 因为他挂号进来 一看门一看 就跑 那时候我已经坐了三天没有病 那我一样起来就接着他 我就接到挂号台 我到的时候 大家跟那个护士说说 我是来挂中医的 挂那个专家的 怎么我进去寄个外国人在里面 这边的香肆里面 它的普遍的技术 是相对比较差的 我又看到 差到什么程度 差到什么程度 有些第一都不用说了 有些地方他真没有上身的医生 有些地方他有 但是他从来没接受过 珍贵的医生 包括他操作过很多安全隐患 来带一帮学生 以后也根据他们的技术的情况 也把一些东西传给他们 也让他们利用这些 就为老百姓服务 从撒哈拉沙漠到彩云之南 迪阿拉四十次深入中国西南地区 救治护理几百名麻风病人 在中国行医二十多年 培养了三千多名乡村医生 而他也因此荣获第一届 CCTV年度自然人物 他从撒哈拉沙漠来到彩云之南 从1991年到2013年 他行医中国二十余年 培养了三千多名乡村医生 他就是来自马里共和国的 医学国士 国际支援者迪阿拉 有请2013CCTV 年度慈善人物获奖者 迪阿拉 乡村医生在一些地方 坚持得很不容易 我想您是最了解他们的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 就是乡村的医生 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现在的话跟十年以前不一样 现在的话政策改变了很多 现在有很多的人 开始关注乡村医生 但是那个基础建设 我就把这个地方当成我的家 国人就 这是相信的医生 扎根中国就死扶伤 那金教授 您如何来评价迪阿拉 这位来自异国的白衣天使 还有纵观整期节目 您有何感想 实际上慈善是不分国界的 慈善也不会去区分说 你到底是在自己的家乡 还在自己的国内 甚至你跨越国界 到一国他乡去做慈善 这个表明什么呢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慈善是一种人类的共同语言 那么我们会看到 在第一个项目里面 它在国内进行 它是异地进行 第二是在本土 在本地 在本家乡 第三个是跨越国界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实际上无论是哪种方式 只要是你用爱心 去解决问题 它都能获得 我们民众的这样一种肯定 但同时有一个 什么问题会出来呢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如果说你以国界 去区分慈善 或者是以民族 去区分慈善 这本身就会让人导致 对慈善本身 这种公义性的质疑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说 这个世界范围内 你会发现 它早不只是说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 反而是这些贫穷者 跟富裕者 或者说有权式的 跟无权式的 他们之间的这种隔阂 那怎么去消除这些隔阂呢 那就需要我们 无论你身在何方 也无论你在哪里发现问题 你如果能动用 你自己的那些能力和资源 去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然后你会发现 实际上人性的大美 也就绽放出来 那么如果说 我们更多的人 如此去从事 那就会看到 更美好的明天 是的 正所谓是大爱无疆 其实在第五届 CCTV慈善职业当中 我们也关注了 另外一个群体 就是中国的民间救援力量 它也是不分国界 那中国有难 我好在中国 所以说我来做工作 如果国际 当爱难连到 无边无际 风雨也变得 如此温馨 当帮助别的人 成为了信仰 有你就会有了神奇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